520就職演說之後兩岸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對岸的用詞越來越硬 而賴清德總統呢 他的用詞呢 好像看起來好像硬中又要柔軟一下 卻沒有直接回應這些強硬派的言論 例如WHO好了 我們已經連續8年無緣進去成為觀察員 賴清德總統怎麼說 他說很遺憾 仍然沒有把台灣作為觀察員的議案列入議程 但是他相信今年有26個會員國 跟具有觀察員身分的歐盟代表幫忙提案 相信台灣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大 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的支持是一年比一年還要強勁 非常的樂觀 但是過去在馬政府實在是觀察員的 在蔡總統任內一滴一年也還是的 那現在到底無緣參與 連像WHO這麼重要 台灣具有健康議題 全球的這種議題的重要性 卻沒有辦法參與 的確是台灣的非常的損失 甚至也算是國際社會的損失 但問題是在香港里 香港里拉會議裡頭 對岸的相關的談話是越來越硬 嗆台獨的講話也越來越難聽 總統府看到一直在等賴清德總統有沒有回應 他其實是一直都沒有直接回應的 而總統府發言人理問 他的說法回應是如此的 他說台灣貫徹的一貫的立場是什麼呢 致力於維持台海現狀 所以賴總統已經多次表達願意溝通 挑好話講 我們願意溝通啊 願意互利共融啊 而且呢應該要兩岸對話交流 要跟台灣共同負肩負維護和平的責任 之前還要講了一句 最後一句是像卓榮太講的 這個春暖花開 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釋出了很多的善意了 是對岸不買單嘛 卓榮太就講啊 這些有善意的政策呢 希望能夠對岸看到啊 春暖花開那一天就會到了 其實先前連新英明都講春暖花開 然後講了很多這個有溫度的話 那事實上就是520就職那天 他所有的談話 立刻把這一切給切開了不是嗎 但現在他們還在期待春暖花開嗎 但看看對岸已經把這條路 幾乎感覺是斷了的 但我方呢 軍方做了哪些準備 顧力雄新任文人的國防部長 有一個做法引起了軍事相關將領的議論 紛紛5月23號 當共軍東部戰區發布閃電演習之後 國防部當天9點舉行應變會議 其實已經滿晚耶 7點54分發布 隨時科技展開的 那顧力雄主持之後 居然聽了5分鐘的敵情報告之後 就離開了 去哪我當然不知道了 隨後後面三個小時的分析或是作戰指揮調度 就由參謀總長梅家書來接棒主持 這樣做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說因為不了解有各種的說法 有人雖然是不懂不多嘴也不是壞事 而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形容詞是說 文人部長的領導風格跟傳統的國防部長不同 其實部長是總管政策跟軍政的 軍令跟作戰計劃本來就交給參謀總長 所以過去國防部是管太多了 現在不習慣現在還是正常嗎 而520之後趙春山教授示警是說 520沒講得更可怕 真正讓人民惶恐的是 賴清德沒有講到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包括他沒有提到中華民族 沒有提到兩岸關係條例 會讓中國覺得台灣是外人 雙方接下來就有打不完的衝突 沒完沒了 他對於戰爭風險一直都是最悲觀的 他認為現在已經沒有回頭路 所以當然美國智庫又再來分析了 一天到晚分析台海版本好多 這次版本是什麼呢 智庫示警說中國恐怕可以不戰 直接接管台灣 之前就在講說要打到多慘多慘 現在直接不戰就可以了 他說這個有分四個階段 115頁的報告 說2024年5月賴清德就職之後 到2028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之前 就有四個階段實施不戰治台 利用這幾年的時間可以台灣直接拿下來 有哪些做法 它分成四個階段 製造混亂跟動盪 破壞美台關係 提高軍事威脅強度 建立實際的控制權 我這個說法其實跟最近在立法院民進黨 他們的說詞很像 中共同路人 也就是說結合高強度低強度的戰術 混合脅迫戰術 然後台灣有內應的概念 就是這種說法持續的就跟這個 目前民進黨的戰法一模一樣 所以外媒形容中國國防部長今年比去年更強硬 是非常強烈的 待會兒我們會深入來談像個禮拜會議上的演說 但這其中每年演說都是跟共軍在這個地區 從事所謂脅迫活動是美國高官的說法 完全不符 今年也不例外 他的演說將會把中國大陸跟共軍描繪為 區域爭端的無辜受害者 但無論如何 美方這些說法辦兵推各方面的立場來講 都對台灣沒有一個是有好處的 顯然兩岸的關係 也就沒有春暖花開的機會嗎 楊敏 從520就職到今天 剛好是兩個禮拜 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其實對岸對台灣的 敵意是增加 但是沒有 目前還沒有好像 像比如說我們賴總統提的 什麼陸客 陸生 這兩塊 還有什麼團客去對岸 目前都還沒有有任何的回應 對岸是沒有回應的 所以我想這個輝文哥2028這一票 賴清德恐怕搶不到了 目前看起來是拿不到了 所以這個 從WHA這個案例 因為2016年蔡英文的第一年 當時她收到WHA的邀請函 而且那個邀請函 她還特別提到聯合國2758決議 而且用中華台北民意 來邀你當觀察員 當時我們的衛福部長林皺妍 還用在自己演講都提中華台北 蔡總統那時候說沒有 這沒有矮化的問題 可是這一次 這一次態度不一樣 衛福部長 我們的邱太元部長他是說 我們未來要加入就是用ROC 或者台灣 要走這條路徑 不是不可能 只是說那個難度極高 那個難度高在哪裡 我們參與國際社會的現實就是 比如說如果 比如說我們這個之前有民眾提出公投 他說我們要用台灣名義參加奧運 今年馬上奧運要到了 你去試看看 我覺得沒有問題 那個挺台灣 我們挺台灣 可是到底有沒有辦法實質參與 當運動選手他們參賽的權益 被剝奪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政府買單 這是國際現實 同樣的 你可以說是 都去製造是中共大陸 中國大陸他們打壓 但是換一個角度 馬政府的路徑跟現在民進黨政府 當然是不同的路徑 也沒有 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叫誰 就是絕對的對或絕對的錯 但是在兩岸的議題上面 到底民進黨要把兩岸 帶到什麼樣的方向 我想賴總統還是有責任 要說得清楚一點 不要好事才出來講 壞事通通都是發言人 通通都是其他人 他都躲在後面 這段時間賴清德總統 也到了很多國軍的部隊去視察 我相信他應該也感受到 我們的軍中的弟兄 壓力都很大 可是其實我比較好奇是 這一則所謂的國防部長 什麼開五分鐘會簡報完 結果怎麼離開 然後後面什麼幾個小時 我好奇的是 能夠有這樣能力 把這樣的訊息傳出來的 通常應該是參與會議的人 表示目前對所謂文人部長 他們內部 在軍方內部的將領 應該還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見 這個是顧力熊部長 應該要趕快把它去化解 我想今天對外 大家都是 對內我們可以有一些什麼 內政的討論 但對外一致團結 否則 我是不懂那個美國智庫 什麼叫做建立實質控制權 我看不懂 哪有怎麼樣可以透過不戰爭 然後建立實質控制權 成立一個偽政府嗎 還是怎麼樣 我看不懂 很抱歉 這四年我不認為會有這樣的可能 後世哥 這個顯然文人部長 在當時人事要發佈之前 大家就說能不能帶得動軍方是關鍵 如果現在賴清德的策略就是要戰 或是就是要很強硬 那國防部很重要 文人部長帶得動嗎 賴清德當初在宣布 顧力熊的人事的時候 是因為口誤說 現在軍政距離可以二元化 現在看起來真的軍政距離可以二元化 對不對 不是 你文人部長是不用管太多 就是原本是軍人部長 然後往往就是因為他們上下級 然後原本學長學弟的關係 所以他往往變得很複雜 就是說我可能 我可能就是不是職務上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原本學長學弟的關係 或是說我原本就有一對部署 所以我直接有實質的影響力 文人部長可以避免這些 但你開會開五分鐘也太離譜了吧 這東西將來都 這東西你可以不用伸手 但不是你不用知道 在這麼緊張的狀況下 你好像一副隨手掌櫃 那不是我的事情一樣 我覺得那個態度 就是當初民黨在講說 這個文人部長有多好多好多好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是說 不是說你準備不足 而是感覺上似乎不上心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讓 我覺得我是民眾 我會覺得看那個部長 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 居然只開了五分鐘的會議 我是民眾 感受是有事 我會有點擔心說 你們到底說好的 準備好的 那到底在準備什麼 準備好的是這樣嗎 不會吧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 是不值得聽嗎 剛才五分鐘就夠了嗎 不是 在人家閃電軍演的情況下 理論上應該有一堆東西 就算你孤立雄原本國安 國安會秘務長的專長 你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吧 不一定要 你不是直接手伸下去 但是問題是你不會 不會覺得說這件事情 跟你無關 對啊 五分鐘真的有點太離譜 那對於兩岸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 這不只這一件 我覺得賴清德他在做 我和林演說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多事情都沒有準備好 你看EFA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早有準備什麼衝擊有限 問題是大家看不出 你準備了什麼東西 大家看不出你準備了說 那邊好 那邊衝擊有限 問題是你多增加了什麼東西 你現在一邊講說 我們希望對話 他都是講說我們有講 我們希望對話 希望溝通 可是你當初講的另外一部分 你完全忽略 老共不會這樣看的 你現在一邊的狀況是說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給老共 甚至把立法院衝突 也說是習近平幹的 然後一方面說習近平 我們可以來溝通 你是習近平 習近平是白癡還是250嗎 對不對 你連你內政的問題 這樣都要栽在我頭上 我沒事 我去熱點天理冷屁股 所以原本大家期待了什麼旅遊 什麼東西的路深 我覺得短期之內都不用想了 這個施壓會是一直下去的 我覺得短期之內都看不到 教育部長那個政策 註定跳票 想都不用想了 彭彭哥 這個上個禮拜顧立雄 找了國防部的記者參緒 小弟無緣參加 顧立雄說 他在當今晚會主委的時候 經常放消息在操作 這種東西怎麼可以拿出來講 可見非常三八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 這個開會五分鐘這個 我的角度跟兩位不太一樣 國防部長開會直將五分鐘 記者怎麼會知道 一定有人洩密 通通抓去槍斃 不是 你怎麼可以把國防部長 這個會議的事情講出來 國軍還打什麼仗 莫名其妙 錢秀你記得上禮拜有個新聞說什麼 有人願意賠三百萬我不飛了 後來說這新聞是假的 抓起來 這稿子誰寫 這個寫在第一看還抓不到 這國家快倒了 如果是真的 那表示說有飛官 他不願意為這個 賴總統 對 他不願意為賴總統的效命 就是趙春山教授講的這個 那我們要重視 如果是假的 表示有人這個 這應該比照晚安小跡去關兩年 怎麼你們這國家真的是亂七八糟 你看這個我覺得很佩服這個李市長 難得有旅展的國際博覽會 賴總統親自參加 然後業者就當面說 我們這個兩岸旅遊很重要 賴總統說我們手中 台海的和平 因為這個太玄了 不過我非常鼓勵這個李市長 你要知道蔡總統 曾經躲了745天不開記者會 賴總統親自回應旅遊業 賴總統的講法是這樣子 也許我們考慮不是那麼全面 下一句就更莫名其妙了 希望大家多多指 這什麼意思 觀眾朋友你看得懂嗎 這賴總統講得也許 也許我們考慮不是那麼全面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這樣就講完了 這樣我也想要選總統 旅遊業者當面跟你陳情說 希望兩岸關係好一點 能夠開放路客 賴總統施兩波 千萬有台海和平是最重要的 然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就是剛剛後製胸講的 你不要再想了 沒門了 對啊 所以剛剛楊明說 我那一票賴總統拿不到 我當然是開玩笑 問題是說怎麼可能會好呢 大家不要再做夢了